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华直说一分钟 行政长官选举将于5月8日举行 据悉,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5月6日举行造势大会 届时将会有包括选委、竞选办主席和顾问团 在内1500多人到场 李家超在短短一个月内,凭着自身亲力亲围 无实贴地的作风仍得港泛民意基础 近日,香港研究协会公布一项民调结果 在千多名受访者之中,李家超的政纲支持率达到7成2 而《蜡新闻》进行的理点看特首候选人李家超竞选政纲网上民意调查之中 在李家超的同建关内共用社会增加青年上流机会纲领方面 当中推行解决夸待贫穷的试验计划也获得最多支持 共占19% 而在精简程序多管齐下提供更多安居之所纲领方面 最多受访者支持的都是公屋提前上楼计划 占31% 从两项提案之中,可以看得出李家超政纲的两大特点 第一点是新 李家超提出的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可以说是一项创举 不单只可以最大限度提前部分公屋的交付时间 令市民尽早受惠 也打破整体交付的传统思维 为其他公营项目提供全新思路 第二点是敢 李家超不单只重视贫穷问题 更敢于揭开这个看似无伤大压 实质折磨千万家庭的伤口 从根源处解决贫穷人士、基层家庭所面对的现实困境 李家超的这份政綱 无疑是令香港市民心中对于爱国者治港的理解更为具体、真实 作为未来特首 不单只要重视香港宏观经济发展 也要关心弱势群体、基层群众 将所有港人的福祉视为发展的最终目标 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